郑爽的走红,竟与西游记中的蜘蛛精有关系。 提起郑爽这位小花旦,很多人都很喜欢他,近年来虽然越发的低调,但是一点也没能减少大家对他的关注与喜爱。 但是归根结底,郑爽的走红,还是因为当年那一部偶像剧一起来看刘青宇,一举将郑爽和张翰推到一个高起点,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与热度。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,郑爽的走红与西游记中的他还有注密不可分的关系吧?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西游记中那几位蜘蛛精吗? 虽然后来有过各种各样的翻拍,但还是不如这几位更经典更深入人心。 很少有人知道这几位花花绿绿的蜘蛛精是谁扮演的,那位穿着红色衣衫的大姐,名叫姚佳。 就算现在也很少圈外人知道他,但是他可是著名的影视制作人,在湖南卫视有著很高的幕后地位。 幸福保卫战,一起来看刘星宇等电视剧都是他的手笔,所以说郑爽的走红与其也是有著很大的关系的。 如果说现在再次翻拍西游记,你们觉得爽爽适合演什么角色呢?